老板你给我看看这个 四两的一个金钉的 看值多少钱 金钉的 对 哇 你这还是中阳照比赏 这是民国期间留下来了 对啊 一百多年了 那你是这是你了吗 这不是我的啊 咱们闺蜜的啊 前两天不是他几五千吗 给我的拿了十万块钱 他给我七千块钱利息 这不是还怕我不忘了吗 把他压着 租穿的这个金钉的压我这了 那你来找我看一下 找你给我看看是能值多少钱啊 他我说的可值钱 可值钱 管值几百万的 我一看上面还是四两 我这四两不都一斤了吗 那对 这鞋的油 对啊 鞋的油啊 四两一斤的 而且那这价格那这卖是二十万啊 他说他是股东嘛 不是 股东不是更值钱嘛 那是是是 所以说要挣值钱的话呗 我跟你说 给我七千块钱绝对不愿意 我给他要一碗 要一碗 我给他也不算笔头 我再叫他给我买的黑身暴雨 买的好吃的 买的化妆明跟你说 哦 那说钱啊 说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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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 十两 在咱们现在看来就是一锦 这个东西咱就弄个苹果粒啊 一锦的苹果粒 它这又一锦吗 你看呢 五脱的可称 可称 在五脱的说钱啊 它这个最多就一百多壳 不到二百壳 这是七一 七二的情况下 嗯 黄锦它的重量密度不一样 它可跟其他锦束点都不一样 特别扎收 你这个我看出并不像黄锦啊 咱们不像黄锦的 你看这上面啊 都拉开了啊 里面晃朗朗的 是这样 嗯 说钱啊 我看着这箱镀金 就你说这个拉开啊 它会不会提前拉开 然后再点灯上去呢 你再想一下啊 如果说整只十两的黄锦的话啊 就现在一锦黄锦也得二十万啊 它直接卖了不就行了吗 卖了 它给你买好锁的啊 嗯 一日不能卖 二日不能让人家看 为什么 因为它这家竹创穿甲包 知道吧 哦 拆不个歪楼 对 现在不能按现在的金价去来订这个黄锦锦 它只能按以前的股东来计算 那如果要是整的 确实会加一定的股东价值 你看这是孙中山的头像 中央招臂场啊 就是上海发行的 是的 它主要都是上海的 曾经的它老太爷在中央招臂场上班 那你说的 要诈说的话 它可能就是骗你了 它昨天还坐了这圈套 首先啊 黄锦的颜色你能看到吧 你看到你这个位置没有 这已经漏白了 这已经漏白了 这不是上面攒上去的东西吗 嗯 不是 美女啊 你可能不太理解啊 攒上去的东西 如果说黄锦攒上渣子啊 这一搓就能搓掉了 它还会回归到的本色 黄锦色 你这已经漏白了 这个确实是不对了 美女 而且就你说那个 党是确实发行的有音乐 还有捏笔 还有法笔 你这编号搭的还挺齐炫 这一言就是现代的机器搭出来了 而且你看这个重量 5233 适量 你这点都确实没有适量 你这个是夹了 美女 我估计啊 你这个拆子电镀金的话 城门可能不超过50块钱 不可能嘛 它那五天它会骗我吗 这个说不准 你就想说这个适量吧 这个你点都它杂多还没有适量啊 美女 我点都可称 你可称是呢 点都多称 它这最多 最多有100多颗 而且紧着啊 你再点一下 而且紧着啊 它的密度不一样 是比较硬 是比较重的 而且它会扎收 你看你有没有那感觉 我点都感觉可重 嗯 还有一点啊 说以前用你多张时间给你起钱啊 一个月啊 哈哈 一个月起钱的利息可不低啊 对不对 现在它睡边着就能找到啊 而且它还特意安排你 不能让人家看 对啊 那你这可都不对了 你先这样吧 美女 就我刚才说的 你不是认为它是适量的吗 嗯 咱就按适量的金价 它也不值20万 你去转眼的金店 让人家给你盛一下 我估计你别把它给破坏了 你到时候破坏了它还不认了 这个荒井啊 一般都需要间断 间开才能验 想这荒少 想这种点度的比较剥的 荒少也能行 我建议你先乘一下 它告诉你十两 连十两都不够 你要抓紧时间找到了 以我看这个密度都不对 只要是方了 你抓紧时间就找到了一百美女 你一直都骗我了 你白买上当了 这打工业弄的啥事啊 这 哈哈 你 你先去乘压重量吧 先找个乘压重量 你 我也不乘重量了 你既然说不对的话 我都想议你 我都刚才找到了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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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紧时间和他搞懂一下 走 好 谢谢你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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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这样 一花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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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你看姐们现在要是哪个摇青